我国将在2027年承办东南亚运动会 随着青年级体育部上个星期 咨询的利益相关单位 部门预计会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 也就是下个月26号之前 向内阁体程承办东运会的研究报告 说明对各方面带来的影响 比如财务承担 青体部长杨巧双今早在部城出席活动后透露 部门上个星期四在国家体育理事会 接洽所有利益相关单位 包括企业在内 也得到正面的反馈 因此部门目前正在准备提成文件 随着我国将在2027年第七次承办东运会 青体部预计可能需要耗资七亿令吉 来举行这场体谈盛事 不快来呆 诶起来 请不信和记录 请不吝点赞